我今次買的所有東西 加起來 扣退稅 匯率差價 應該也有平了港幣一萬元以上的這個差額 你好我是MIRROR 前陣子就去完歐洲旅行 在IG上面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叫我分享一下這次在歐洲 到底買了什麼名牌 我發覺歐洲真的很好買 差價真的差很遠 所以我買了不少回來 我們去了布達貝斯、維亞納和布拉格 這三個地方其實都不是一個買名牌的好地方 布達貝斯就不知道 因為跌倒流時間太少了 我們沒時間去店舖 所以就不說布達貝斯 維亞納是有一條名牌街 但我覺得貨是很少 那些貨很多都不齊 然後布拉格的話 就是很多品牌都沒有 而且因為布拉格他們是有他們的貨幣 那對歐洲其實是不太划算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盡量可以的話 都不要在捷克裡買名牌 那現在呢 首先我先說到我買了什麼 那我就去了維亞納的一個外套 然後外套都是不大都是小的 我一直都超想買的 就是Burberry的項巾 以前其實我喜歡用一些很大很闊的項巾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夠保暖 但是後來我發現其實呢 我是要選擇羊毛項巾 因為很多羊毛項巾都會做到很薄和很輕 我最近真的很喜歡一些有薄又輕的項巾 因為早晨韓國是超級冷的 基本每天我都要穿長魚翁 那麼穿長魚翁再加大項巾 其實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 然後那時候開始我就喜歡用這些薄的項巾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Outlet和外套的款式一定會有不同的 但Burberry來說的話 我是喜歡Outlet的款式多於外套的款式 項巾的話 因為外套的商品是沒有這個那麼薄那麼輕的 它也有一個是它們Logo的格子 但是那個就是厚一點重一點和長一點的 我本身也想買那個 但我試戴完之後我就覺得它有點太重 所以我最後還是加了這一條 而且也買了這個水筒袋 這個水筒袋也是Outlet的款式才有 因為Burberry很多款式 外套的正常款式 全部這個格子都是做得很隱蔽 做得很少的 那我是很喜歡它們的格子 而剛巧這次去的時候 被我看到這個水筒袋 我上次依賴的時候是沒有的 它是超級好災 它的容量是超大 而且它很搭 它搭任何的正式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白搭袋 然後也是買了一條鏡筋 這個是Cucci的鏡筋 應該是絲巾 我選的就是一個 其實它算是黑灰色 它也是Outlet款 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這個是粉紅、黃、啡、綠、藍、橙 都有的 它是雙面的 一邊是深灰一邊是黑 我很喜歡它黑色這一邊 而且因為黑色是一個基本款 一定不會有錯的 所以就買了它回來了 這兩條鏡筋我想賣了很久 應該也有超過三年以上 不過一直都沒有機會 這次終於有機會入手了 Outlet的 其實我還有買了其他東西 不過有些在香港 有些就不是給我的 所以就skip了它 然後就是首飾類 就買了兩隻戒指 就是Swaski的戒指 因為有兩個朋友說 你來到奧地利 沒理由不買Swaski回去 所以就被他們拉進去 然後最終就選了這兩隻 選了一隻銀色 一隻是玫瑰金的 因為我都很常戴戒指 然後我又沒有這些 Bling bling的款 Bling都來 但其實很容易配 一平時我就會戴很多戒指 但他們其實單戴都很好看 所以就把它們購入回來了 然後下一個就是 我現在戴的這一對 Dior的耳環 這一對我是在維亞納買的 其實本身我就不是想買這一對 我想買那一對 他們就說沒有貨 所以我就說維亞納是經常都沒有貨 是很小貨 因為我想看的那一對沒有貨 他就給了這一對我看 然後我就覺得很漂亮 其實比起Dior 我更加喜歡選Dior 我上次也買了一條Shoker 又是這一隻銀鑽款 我一直都覺得很漂亮 一直都在想如果它有耳環就好 誰知道碰完 讓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你了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 這個是掉下來的設計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很喜歡持環款的耳環 然後它不是對稱 這邊是蜜蜂 然後因為本身都喜歡很誇張的耳環 所以我看到那個瞬間 我就覺得夠誇張夠大顆 所以我就買了下來 戴太細顆的耳環 真的很不像戴耳環 很沒有存在 而且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經常不見東西的人 如果我有太細顆的耳環 其實我不見過很多次 所以呢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就慢慢忠誠於 比較大 比較誇張 明顯看到的耳環 好了 在維也納正買了這一對Dior 然後但我不死心 所以我在布拉格的時候 我就再次進去Dior 究竟有沒有我想要的耳環 那是有的 但是呢 我看到實物之後 我覺得 跟我想想中撐太遠了 在我想要的那對旁 竟然被我看到它 它是漂亮的 其實我想要的那一對呢 就是這一對的 沒有釣釣板 有跟沒有的分別 原來真的超大 因為如果沒有了這些釣飾的話 整個感覺就是 casual 輕鬆 簡單很多 換個說法就是沒有特色 其實價錢不是差很多 但是有這些釣飾的時候 整個感覺會lady可愛一點 是比較細緻一點 而且我覺得它造工是超級仔細 因為它連一隻蜜蜂呢 我現在這樣看都看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件事很加分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了 我覺得戴上耳製之後 是比想像中更加好配 無論是你穿得比較女性 或者你穿得比較casual 都可以戴的 我本身覺得它好像很女性 因為有珍珠 但是也頗豌豔的 然後除了耳環之外 然後我也看適合它們的手額 因為我上網看的時候 他們的model是連黑色的手帶一起戴 我自己本身也有他們的手帶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我把我這手帶 match 和他們這套 應該會超好看 然後就叫店員給我看 結果戴上手指 是完完全全我想像的那個畫面 所以又是忍不住買了 他們的設計是真的非常match 然後因為當天我手上也是戴一些閃石的戒指 然後因為它這個手握上面也是有點閃石 所以是整套都很配搭的 而且它是這樣一套三個 你可以一起戴 也可以分開戴 或者你單獨戴一隻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一套三用 是非常划算的 不過我覺得它有個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感覺上好像很容易脫掉 因為它這個是這樣的扣 你這樣向裡面壓就會出來 所以我戴的時候 我常常會擔心 會不會很容易被我壓出來 但是有時候可能是心理作用 因為我自己脫的時候很難脫 所以我應該也不會不小心弄出來 找Dior的話就只買了衣服 然後就是cucci cucci的話 也有買了一些東西給家人的 然後全部放在香港 所以現在就不多提了 那我自己買了些什麼呢? 首先就是買了一個disco bag 這個袋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想要很久 我大概是四年前 五年前已經看對了它 那時候因為還住在香港 然後整天是沾沙咀 都會看到有人揹著它 然後我看過有很多不同顏色的 紅色、黑色和這個肉色是基本的 然後紫色、粉紅色 直到最近看Sandy 即是吳宗憲的女兒 然後我就看到它揹著一個 黑色的disco bag 我就覺得超級美 當初想買的回憶又回來了 發覺原來香港是沒有貨的 然後找找找得知 原來它已經停了產 所以其實剩下不多地方有它 所以這次我也是看看 很幸運 誰知聞之下它是有貨 它算是在名牌袋之中 是一個CP值算是頗高的袋 因為首先第一它價錢不貴 第二是它的容量是超級大 因為平時我的袋都會裝很多東西 但我之前拍了一條影片 是What's in my bag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我究竟 我的袋會裝多少東西 因為它的設計又是長方形 所以又是非常之白搭的 但我覺得唯一有少少可惜的 就是它的皮真的都很軟 拿得多的時候 它可能裡面這個皮會變形 我猜這個袋應該是一年 就應該會變形 變得頗嚴重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這個袋 剛好也會去歐洲的話 如果你看到的話 你不妨問店員 然後給你看看 我覺得你一拿上手就會買 然後就是這個 Cucci皮帶 其實這個皮帶我看到 好像基本上每個人都會有一條 然後 所以我本身沒有打算買的 但是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說 很難買 然後經常都沒有貨 或者斷馬 其實我也是多口 問店員 你們有沒有這款皮帶 然後他說有 然後給我試 然後我放了上身之後 然後又覺得 真的挺好看的 所以就買了它了 就算買的話 我沒有打算買這麼大的扣 但是 比較小一點 我覺得這個大尺寸 會再配我多些 我自己覺得 飾物的話 我是帶一些大一點的 比較好看的 它就是基本款 一個全黑色的帶 然後這個金扣 都是很好配的 然後呢 就買了一個 錢包 其實本身呢 就沒有說 一定要買Cucci的錢包 本身是想買Chanel的錢包 但是Chanel很早收門 6點到6點半就收門了 然後整天都排隊 那甚至有一天呢 是不可以 6點前已經是 關燈了 沒有人 想去也去不到 然後布拉格是沒有Chanel的 一直都想買錢包 想很久 因為我平時都是用這些 這樣的布的散市包 我在香港用的那個錢包 又開始難了 我現在就買個錢包 店員又是給了我幾款 然後 最後就覺得 這款是 最喜歡看的 錢包的話 其實我很喜歡一些深色的錢包 因為淺很骯髒 如果用的很淺色 那些皮會很容易變黑 而且我是一個很吵架的人 銀包 我經常放進袋子 可能又會被我刮花 或者是有痕有成縮 我覺得黑色是最穩陣的 我本身以為只有這裡有扣 但原來這裡後面也是有花的 我覺得很漂亮 打開裡面 它有大概六個卡位 然後這邊是散字包 然後這裡就是放紙幣 但是我覺得其實放港幣是有一點點逼的 100元只是很難塞進去 所以放美金或者放韓幣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塞進去 可能香港用 可能韓國用 我還沒決定 因為我現在韓國的銀包 我正在用的 Biberry 已經開始被我逼得爆了 所以我覺得我是時候換帶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我頂盡的 我不可以再帶 因為再帶的話我的袋是十不入 那這個東西也是Kucci 那我就在Kucci買了一雙鞋子 但現在這雙鞋子就不在我身邊 因為我當初在惠阿納買完之後 沒有問題 是尺寸又適合 然後款式又很漂亮 我很喜歡的 但是到我要回香港的時候 然後撿行李箱 然後我再試清楚那雙鞋子 發覺好像尺寸有點太大 但是當時我已經是 人已經在布拉格 然後我也要離開 所以也沒有時間容許我可以再去換 所以我就唯有回來香港 然後就在想 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不可以換尺寸 或者怎樣 然後我就問了香港的Kucci 我就打熱線去問 他們說是可以在14天之內 換尺寸 或者換款都可以的 我本身就想要換尺寸 但是後來我發覺 就算換尺寸的話 這雙鞋應該都會鬆 因為它的設計 本身就是要踩肘 但是想想想 其實我應該很少會踩肘 就是穿踩肘的鞋 所以後來還是覺得 換過對其他款式 好過 所以我就找了一天 打算去換款 首先我要換的就是這一雙 我已經換了回來 超漂亮 是不是 這一雙就是Kucci的基本波鞋 因為想想 其實我平時都會穿波鞋 換這雙好像穿的機會會多一點 所以最後還是選擇這雙 重點是什麼呢 因為本身我在歐洲買的那雙鞋 歐洲的定價是4950歐羅 那個對港幣大概是4300元 但是在香港的定價 原來是6500元 就是他們相差了千多元的差額 但是我想換的這雙鞋 它的港幣定價都是4000多元 換句話來說 我由那雙貴一點的鞋 換了這雙鞋 我是多了千多元出來 然後他問了 會不會想再選一些東西 然後照顧那千多元 因為其實Kucci沒有東西是千多元 然後我就選了很久 最後呢 我就選了這條鞋 這條 它是2千多元 然後補了一點錢 填了差額它 這條鞋本身它放在廚窗裡 我不覺得它漂亮 但是戴上鏡子之後 我覺得非常好配 它是斯文又可以 然後輕鬆casual又可以 百搭款 然後它是純癮 我這次買的所有東西 然後加起來 扣了退稅 然後匯率差價 應該也有便宜了港幣 1萬元以上的這個差額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是 剛好會去歐洲 然後你有什麼心頭號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 一定要在歐洲買回來 不過就是我覺得 要在運行李回來的時候 小心一點 因為聽很多人說 他們行李箱裡的東西 被人偷了 所以很多機場 他們都會有行李箱 包保鮮紙 包膠紙的服務 我建議大家都是會包 雖然我這次沒有包 但是如果下次去的 我應該都會包著回來 因為如果我是拆仔的話 我看到有包的行李 和沒有包的行李 我一定是先開沒有包的行李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是 去歐洲買名牌的話 都是去意大利 或者法國這些地方 那個款式一定會比較多 因為很多品牌 都是意大利 或者法國的牌子 所以在那裡 就多一些店 和課源 意大利和法國 都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所以大家 都要小心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幫我按理解我 記得follow我的IG 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向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鐘仔 就不怕再做個早上的video 那我們下條片段再見啦 多謝多收睇 Bye